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小朋友在现场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有趣游戏呢 来欢迎我们的嘉宾 欢迎新加坡滨海玩花园节目策划高级经理李慧怡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欢迎你 我们看到今年订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 友谊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应该比较容易交朋友 可是你们订这个主题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友谊希望就是通过建立友谊 通过玩游戏 然后建立友谊可以学习各种各样的精神还有价值观 像团队精神或者是互助精神 就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还有游戏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来展开 是不是也有一种考量 就现在很多小朋友往往都跟电子打交道 在家都一个人或者最多跟自己兄弟姐妹玩玩这种平板电脑什么 对 那有这样一个氛围跟环境 大家在一起 对 就比如说有一个其中就有一个游戏就是以巴斯光年为主题的新技冒险家 所以其实小朋友都要组团来完成一个任务 所以任务呢就是其实帮巴斯光年来收集能量 他们就骑着小车子然后就到处碰撞 然后去点击一些按钮来收集能量 给个机会不认识的大家一起活动 一些游戏 对 好有趣 所以与其对着电脑玩这个游戏 你不如真实的去参与它 对 好多天在家就玩虚拟的了 这一次我们知道这个主题就是玩具总动员嘛 对 其实除了让小朋友玩之外 也鼓励他们捐赠物资给其他的小朋友 对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 对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在玩乐的当儿 也能学习和其他人分享 然后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就因此而特地举办这个玩具捐赠活动 然后都希望小朋友就是家里有一些玩具啊 认为可以为其他小朋友带来一些快乐的话 快乐的话都可以把它带来滨海湾花园 我们都有一个收集处 就是在儿童节的期间 我们每天都会收集玩具 然后在儿童节结束的时候 都会把它捐赠到一些社会服务团体 其实呢 星期一的时候就有50位幼稚园的小朋友们 把他们的礼物带到了捐赠处 是 他们到底都带了一些什么样的玩具呢 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今天来这边带了什么娃娃呢 一个球 因为有人没有玩具玩 我希望带小红龙送给别人 我画了皮卡图 希望送给没有玩具到的 今天我带了一个羊肉 蛮特别 我没想到小朋友会有这个概念 别人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把我的给他 这次儿童节除了这样的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教育方是吧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 对我们都有一些各种各类的工作坊 然后当然有就是手工美工方面的 比如说学习如何制造自己的钥匙扣啊 或者是遮阳帽 然后戴了可以马上用这样子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趣味食品的 学习如何制造 比如说寿司啊 或者是彩色吐司 对还有疯狂奶昔之类的 吃得一碰都玩的 还有科学方面就是增长知识的 像就是去为科学实验的一些工作坊 就是教小朋友就是其实你周遭家里的一些物品 都可以把它当做科学 可以把它当做科学实验来用这样子 以你的经验来当时来到现场的话 是不是这些工作坊都会人满为患排长龙还是 都还好 因为其实我们一整天下来 就是从早到旁望的时分 都有不同的工作坊在进行 需要预先登记吗 对其实都可以预先登记 那如果来不及登记的话 其实到现场都可以加入 其实除了这些科学类的活动之外 这个晴天树丛也有一个新增 富有同趣的花园狂想曲灯光秀 我们也来看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们也订制了这个以玩具总动员为主题的灯光秀 然后大家刚才之前都有看到云朵 那这个是平时都不会有的 所以这一次就特别加入了投影的部分 所以我们搭建的那些云朵就是投影的灯幕 然后随着音乐的响起 那些熟悉的角色 玩具总动员的角色都会出现在云朵上 小朋友肯定乐得不得了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最好看完这个才回家 是不是还有一个像音乐剧这样子的活动也会请小朋友参加 对 就是其实除了玩具总动员之外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还有像你说的音乐剧 然后这音乐剧也是以一个嘉年华为主题来演的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 它不只是台上演员在演 台上小朋友在看 它都会有一些互动的部分 对 所以导演都加入了一些互动的部分 就是演员在台上很可爱或者很滑稽的时候 然后他都会邀请小朋友上台帮忙解围 或者是一起完成任务 所以非常可爱就是每次当那个部分呈现的时候 我都会说 谁要上台 然后小朋友都选我 选我 这样子 对 小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对 所以家里小朋友都可以去参加这个 滨海花园的儿童节 再次谢谢 谢谢 那这一届的这个滨海花园的儿童节 现在已经开始了 并且会持续到6月30号 是的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节目内容 你们可以到滨海湾花园的网站查询 这个网址就是gardensbythebay.com.sg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师承时事面部网页 收看今晚的网络视频 是的 事情有约 我们与您再会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下载ToggleApp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